上面會鋪很多蔥 在往互相看到非常想吃的叫做 奶油 松東鹿鮭魚 天氣真的非常的好 希望保佑一切順利平安 你會吸什麼東西比較難吸 你會有吸到 楊鮮 他們就說是羊的導賣 個人沒有吃過羊的導賣 我目前就吃過 哇 哇 真華了耶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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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現在呢 接同我的兩位美麗的新娘子 來到了岡山護鎮事務所 我們要結婚 因為 沒關係 在愛的世界裡是不分離我的 至於為什麼要來這裡呢 因為 結婚都會來護鎮事務所 然後高雄之前有一系列 成功極可愛的護鎮事務所 畢竟有些地方的比較在地點 然後岡山的是我最喜歡的 愛情羊肉爐 今天來之前一直以為是岡山的護鎮事務所 有愛羊肉爐 你今天就是要選出 你是要一位純潔的新娘 還是你就是最新娘 還是因為岡山新娘 我兩位都可以擁有 你有用過我嗎 對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臭男人 因為我太愛岡山愛情羊肉爐 這個場景了 所以我就會立刻說 我最少要來岡山 而且加上有很多我們的網友都說 希望我們再來拍高雄 我們決定定點定點拍 這樣我們以後可以拓展出更多高雄的分支 你下次還要這樣來嗎 我要這樣來啊 因為我人生事項就是什麼 結婚 當新娘 這次也希望來這個護鎮事務所 讓臀鼻沾沾 讓臀鼻沾沾喜氣 因為怎麼樣 他已經單身有一陣子了 我就是希望這一次去拜月老廟 讓他架出去 有沒有 岡山最近有很多新的景點 我們等一下回去看一下 一個轉眼 我們來到了一個非常日本風的地方 就是 最近岡山新開的無印良品 有沒有看過去 很像在日本郊區 旁邊還有露麵店的UNIQLO 露麵店的杖壽司 露麵店的NET 全部都是一整間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們來這邊拍婚紗 大概會呈現什麼感覺 走吧 我們一起轉頭不要被車撞 幫我們 各位朋友午安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一間店 你不要像高雄一樣熱情 因為我現在離開了宇都台北 所以我整個人就是活躍 活力滿滿 我在找剛山有什麼美食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這家春櫻壽司 然後我就看到很多很多的生魚片 久違的吃一下高檔的 這邊還是要講一下就是生食 我們可能不見能不能吃吃什麼 因為它好吃好吃就非常多 在網路上看到非常想吃的叫做 奶油東路鮭魚 一定是好吃的 一口塞進去 鮭魚吃進去就是還蠻入口的計畫 但是他們家的飯呢 米粒感比較偏重 因為我以前過往吃到的 有些是軟軟的食物 會直接就是散開來 松露奶油的松露味 我覺得沒有到非常的重 但我覺得如果以日式 然後生魚片這樣的路線來講的話 松露味如果太重 好像會有點強 主要還是要吃那個鯉魚的味道 鮮味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耶 天使蝦鮭魚卵手捲 他的那個屁屁這邊的天使蝦 看起來非常的精心 好好吃喔 一點腥味都沒有 然後鮭魚卵 好好吃喔 你不是他有新的詞嗎 不就只有好好吃 我跟你講 我們遇到好吃 怎麼了嗎 很好吃 好 雞霜板 日式的這種燒燒醬很容易 變得很酥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就是還蠻剛剛好的 然後沾這個蛋黃會變得很濃 因為他本身味道已經很重 我會覺得他需要再去蒸任何的醬 醬了這個以後讓他整個口感更髮水 這裡有臀壁點的干貝啦 今天希望可以聽到他說出一些新干貝詞 嗯 好好吃 這個干貝呢 1.嫩 2.鮮 3.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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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鮮 4.鮮 5.鮮 5.鮮 好吃的干貝就也只能講出那些形容詞 還能 你幹嘛給自己台詞 對不對 對啊 加檸檬真心是一個小小小 因為他會沾到一點點檸檬汁的味道 淡淡的酸味 現在迎來我們的炸鵝 嗯 他們真好吃 做的有點可樂餅感 但這個塔塔好像真好吃 而且吃得到那個鵝它的鮮味 海的那個鮮味 不是腥 他們家都可以把 就是你看起來會很重口味 但是都做的香味清爽 煩煩的 筆木魚炙燒 因為我不敢吃生魚片 真的 我都吃炙燒 我叫筆木魚的油脂 瘋 我的鏡頭都帶走 對你的鏡頭 因為它的那個油脂非常豐厚 所以你一吃進去就是那個油整個 油花化開 但是因為它又有炙燒 所以有點那種炭烤的香氣 聽起來很好吃 對啊 這一盤看起來超隱蕩的欸 這一盤它好忙喔 它忙到現在有祭天的湖團 會有很多的腸 會有很多腸 單客你要慢慢吃 因為它東西會一直出來 它裡面都太多 這一盤就是很想吃生的 是像我們這個團體吧 就是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有可愛 然後又有淘氣 又有溫暖 它只是好多 好沒有 開了一罐 那就是這樣 這個要一口 冷暖 溫暖 炸軟絲 好燙 好 太好吃了 它的軟絲是 它那種彈性 但是你牙齒是咬的斷的 你一咬就斷 你又可以吃到它那個Q勁的口 裡面都吃得很好 剛剛那個牡蠣另一種形式的面 而且他們很擁心 他們這個家務配的是 滾的梅奶 家務不喜歡的Style的家務 想要再點三片鮪魚 跟三個蛋杯至少 Good 因為我肚子有力 謝謝老闆 那要跟老闆你親一下 要啊 還是我跟小劉親 你覺得跟我親 還是跟他親 你會選嗎 你會選嗎 你要選 你一定要選 我會選你 為什麼 因為他很少刷牙 干貝佐謝高蝦輪 握壽司 你要休克了 你要去醫院 好好吃喔 我剛剛說你到底怎麼找到的 就把地圖這樣 我發現濕的人不少耶 對 重點是來發現 怎麼濕的人很多 因為它不是那種社區裡面的店 感覺是大家會過來 感覺一些外面的上班只有來吃 炒蛋 炒蛋 炒蛋跟煎蛋 然後我剛剛有看 他們還有一個肉燥 然後老闆就是用那個肉燥下去炒蛋 生意好到 我大概等了有十幾分鐘吧 有喔 感覺是以醬香為主 吃起來比想像中清爽滿多的喔 因為老闆看起來是會做出滿棒的食物 我蠻喜歡它有點帶生感的 就是可能它比較粗 對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飽足感跟那個麵體感 都還讓我蠻喜歡的 麵意外的我也蠻喜歡 我一般不會喜歡這種比較粗生的麵 因為有點不上下的吃 欸你們如果覺得真的吃起來比較淡 你們配一點這個蛋跟那個吃 我覺得蠻好吃 真的很家常 超級家常 它的蛋就是旁邊那個肉燥 所以如果你是種口味的人 你應該要再加一匙它的肉燥 它的都是可以單點 可以單點一匙15塊吧 欸可是真的很特別 沒有講過炒蛋可以跟麵配加一匙 這個就是那個老闆年輕的時候發明 然後女兒說好吃好吃 然後他們就默默的把它變成 喔對 三隻爸爸煮的這個可以 賣欸 我覺得可以去加一點他們的辣 那我去加 我覺得麵吃得出那個老闆人 故意要煮出某一個熟度 故意讓它生硬一點 但是那個麵是滿有個性的 它不是丟了就不管它 是有在看時間或是什麼錯貨 它是那種辣渣的辣油 好香喔 嗯 加的很好讚 很好吃 謝謝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非常香 好吃欸那個辣油 難怪它可以單賣 我喜歡這家 它的地點以及它的食物 都讓我覺得很棒 我們現在來到了鋼山的壽天宮 然後這邊呢是供奉天上聖母 但我今天就是想說 我們都是一群愛走廟的阿姨 加上這邊有月老 我就想說想幫我們家的那個小媳婦齁 好好的找一個對象啦 就是希望鋼山這裡的就是月老 也可以照顧一下我們這個長期住在松山的居民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是 我已經拜遍各大月老了 那希望就是 我也可以插旗岡山 所以你之後如果成真的話 你就要還到還願耶 對 GO 你有祈求嗎 我有祈求 你有列條件嗎 沒有啊 因為條件我已經大概跟全台灣的月老都說過 他們應該那個資料庫已經 就像病例表一樣 那個中和線的病例調出來就知道有條件 就跟他講說希望保佑一切順利平安 所以你有可能被院方一直踢地球 這樣踢來踢地球 對對對 我是人求愛 我只要這一刻 這個太難搞了人求愛 太陽現在直升到我們身上 高雄天氣真的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來到了這家叫做光景Coffee 它是我們的好朋友大頭任先生 非常之喜歡的一家咖啡店 愛店 你非常之喜歡嗎 有帶保證 它是會見什麼 其實它好像就是蠻喜歡這裡的樣子 對然後 反娘說這是他們自己的那個 自己釀 蠻好喝的耶 現在喝完之後非常的爽口 很像初戀的味道 在岡山這邊喝這種飲料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你這邊有 現在是領通告費的感覺對不對 我們來到光景咖啡 這邊有三次不舒服 這邊有三次不舒服 沒關係啦 它裡面的奶油還有點冰冰的 然後那個糖粒 是冰果菠蘿油的就是 法國麵包 因為它就是用法國麵包來做 冰心 好吃 很好吃 蠻優雅的一個下午茶的一個糧食 它不是只有那一片奶油 它上面還有灑糖粒 它有點偏 comfort food 很甜 很酸口 就不知不覺的就吸上來 不知不覺的就吸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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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有用力 有多難吸嗎 就會吸上來啊 你是吸什麼東西比較難吸你 你有吸到什麼嗎 你沒有在肌部角流 沒有這句真的有點不可能 你沒有在肌部 小流心虛 翻信 我喜歡這杯那個山梯蘇打 真的很好吃 很好喝 非常好喝 很適合在岡山喝這個東西 松山就松山 松山你就給我喝水就好了 菜山 鮮草蜜啊 哈哈哈哈哈哈 感覺超臭 我好期待喔 跟妳的地下味道好像喔 我當然一樣吧 我在孜然瘋欸 本來是在市區看了一家 可是我又有往邊邊看之後 就發現這家評價還蠻好的 然後我又看到它這個圖 上來的感覺就是你上二會有點受傷 它裡面是 好吃喔 好吃 超好吃 胡椒鹽好好吃喔 其實胡椒鹽 你剛剛看以為會很鹹 所以不用沾醬 其實可以再沾醬 它只是提一個香味而已 我覺得它炸得很像一些泡沫紅茶店 會有的那種點心 泡菜也是好吃的欸 但不是很酸的那種 我覺得算是很像南部的泡菜 而且它動作算蠻壞的 我覺得夠冰夠脆都可以 等一下你現在要買六份了 就喝了一點點鹹豬雞 對 激花蓮那是要我第二有印象 對它也是我近期吃到好吃的 然後它我覺得 臭豆腐臭味蠻臭 可是它拿出來之後 我覺得吃起來不會到超臭的那一種 好吃 讚 好吃 我覺得剛現在的臭豆腐真的很好吃喔 推薦大家來試試看 永濟酵素臭豆腐 我們現在來到了小溝鼎 它是冰果市 我在網路上看到他們的湯圓是那種方形的 所以我想說帶大家來吃 它湯圓好吃喔 它糖水不會太甜了 對 湯圓好吃欸 湯圓很好吃 超Q 它布丁也好吃欸 我個人是還滿名的這種老冰店的布丁 欸 我們這樣家裡豆一起吃超好吃 很清爽 冰的咬乾很好 是咬下去就會收掉我們這種大塊的 對 還有口感 這種冰還反而比有些剉冰 咬起來舒服 其實我們本來要去前面吃一家阿力鍋燒麵 但是因為我們後面還排了三家 所以阿力就再看看好了 如果豚要回來還原的時候我們就再來 喔 那我們就靠你了 變壓力 加油 我們還點了一個這叫什麼 來 水果冰 裡面有 等一下 我覺得你非常不尊重觀眾們 你在羞辱觀眾 他講真的一個語氣 水果 他剛剛那個語氣是說你問這個幹嘛 對啊 他裡面有什麼 Watermelon Papaya Banana High Apple Strawberry 對吧 你叫我個B 很清爽欸 我其實不太叫水果冰了 我也不太懂 其實我也沒辦法很懂 其實我也沒辦法很懂 那你剛剛有清爽嗎 天啊 這裡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就是 它有禁止攜帶火鍋料 就是要鍍酒我們那種 只要吃火鍋料的阿姨 現在來到了正宗養肉店 對 因為來岡山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要吃羊肉 我有查了一下 他們是說 剛才的附近呢 是比較適合羊的 比較不適合種菜 所以他們的羊就非常的知名 那我們今天來還有點了 羊鮮果羊的高丸 我個人沒有吃過羊的高丸 我目前就吃過雞的高丸 真的 我邀請你姐妹 好 我試試看 欸來了來了 好久沒有吃羊肉爐了 我超久沒吃羊肉爐了 真的 真的嗎 真的 兩百年沒吃了 對啊 阿茶羊 好好吃喔 它的羊好軟 它的羊是厚的耶 130 超肉 好好吃喔 這是酸菜 羊肚 這很好嫩耶 這個好好吃喔 羊肚很Q啊 國人推薦的麵線 這也很好吃 有味道的那種麵線 對 是不是 很歡笑的時候說 有味道 腰上味蠻重的 酸菜羊肚超好吃 它的酸菜如果炒其他的東西 應該也會很讚 它有酸菜炒羊肉 這是帶皮羊肉耶 就在吃帶皮的 而且它很大塊 可是還是很嫩 軟的 好好吃喔 很多人應該不喜歡 它的皮其實是有味道 因為皮跟油脂的味道非常強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要來吃 羊的高丸了 你要吃嗎 它還是有佛味耶 因為雞鎬的裡面會有那個 刷刷的那個 但它沒有耶 老實說沒有雞佛讓我那麼害怕 不過 如果要吃很多片的話 還是會令我有點不安的 不行了不行了 不能吃到第三片 但是是好吃的 可是我覺得它真的都是這個價位 對比其他的那個分量 因為佛其實是貴 不便宜 狐女吃羊佛 狐女請先舔羊佛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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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一年四季都一直吃羊肉爐嗎 不要太肉的前期上 我可以耶 還是你要一年四季都吃海莎沙拉 給一年四季都吃羊肉爐 選一個 一年四季都吃羊肉爐 海莎沙拉我吃到第三個月 一定這樣 所以它有負責多嗎 不錯耶 一千七百多個人的評分 然後四點三可惜 它肉都給真多耶 對 它是一鍋肉爐 它肉給它很像一間豆腐 好吃 可以一直吃 OK 他們都吃一個 多五大肚胖 要吃一個肚子的民族 那個肚子的味道超酷 因為我們就是要味道 因為我們這種嗜血的民族 對啊 對啊 我們呢 現在來到了一間 在網路上看到它的照片 是雞排 上面會鋪很多蔥 其實我們本來要去吃一家餡餅 然後路途中又有丘比特推薦 一些湯匙在夜市 但是我們等一下有其他家安排 所以我們就先只吃這一家 之後還願他有機會 你們有那麼好脫單嗎 你們有那麼好脫單嗎 我是那個月老T皮球案耶 你覺得快死了 沒辦法 鋒芒太耀眼 好 我希望這個月年底前啦 那要怎麼嫁出去 這個五代侵略性 這個五到底是什麼 球五 我們點了一個雞排 然後它是主打蔥蒜 這是吐駝魚 我覺得特別想吃 好喝 不用加蔥蒜耶 因為它吃起來是鹹魚像雞排 我吃Style的 還好吃 吐駝魚是有魚味的 然後不是外面裹粉裹很厚的那一種 可是我覺得它吃起來 有點不像我印象中的吐駝魚 它就是用魚柳條去做的 好吃耶 它看起來是魚感比較強 但我覺得偏重口味會需要配些 像氣泡水啊之類的 可是就是你下課的時候會想吃的那個味道 你看 沒得省耶 就是你吃完之後你還可以把它 你還可以把它打壓 你就放到你家的麵上面 或者是炒蔥蛋都可以 但它是有骨頭的 你是把骨頭很輕巧地夾在你那邊 我要瘋了 我想說 它這邊怎麼有一個很優雅的東西 英國的貴族會這樣拿骨頭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是一群愛吃港式的人 這一次我就在岡山找到了一家 分數很高的 所以我想說帶大家來吃吃看 嗯 不錯不錯 我們配薑也好喝 我現在已經 配薑也好喝 配薑也好喝 哇 我的真華麗耶 怎麼那麼胖 黑人Size耶 我要加一些薑 你要嗎我給你 嗯 好好吃喔 油條超酥的 下兩樣比較少一點油 一般看到就是叉燒跟蝦仁 它的皮很薄 然後還有那個Q度跟滑度 因為我這種上次就吃了一個金獅那麼久了啊 像我的這裡的皮一樣 對的超酥 天厚 它這個一份份量算滿多 因為我一般吃都是大概就是四條 它有到 三條 那是兩個 你剛剛也是 四塊對不對 平常都只有兩條切對半 小劉只要講到數學就會亂講 小劉你今天幾點起床 六點 我們已經開始有一點點晃生了 它比較長粉表現得很薄 流沙包現在燙到我光拿都有點小問題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它是手工餡料 嗯 甜味比較多的流沙包 好吃 珍珠丸子我最愛吃 完全不會點珍珠丸子 怎麼會 有問你嗎 有芹菜 你有問他嗎 芹菜味蠻重的喔 你想嗎 很重 然後人珍珠丸子再加芹菜的 超硬喔 就是這些蒸的東西啊 會讓你感受到那個新鮮的程度是蠻好 因為有時候它只要一回冷 或是沒有就是最熱的那個時候 對 而且港點店很多拿出來的時候都是冷的 燒賣超好吃 裡面那個肉餡有一個鮮味 然後外面的燒賣皮也都還在 有很多那種推出來的時候 很深到都整個這樣跟皮那種 它這裡面的肉還是甜的 然後它那個皮 皮還是滑的耶 對 滿好吃的 腐皮捲你點了 嗯 非常好吃 哇來了蘿蔔糕 濁潤然後有點厚度 但是表皮都恰恰的 但是裡面真的很濕耶 裡面超嫩的 很鮮的這個蘿蔔味 它裡面還有一點點 蘿蔔絲桂嗎 蘿蔔絲桂嗎 是蘿蔔很大一塊耶 嗯 非常嫩 很新鮮的這個蘿蔔甜 在岡山也待了大概八個小時多 然後就吃到了蠻多我們喜歡的食物 然後我們也外帶了一些油 再繼續回來飯店吃飽 豐盛 對包括這個龍記餡餅 那很多網友推薦我們去吃 啊我們就買了一顆 它呢是有賣韭菜盒子跟豬肉餡餅 喔我原來要用這個 我都吃到 你還以為這樣噴到 非常好吃 餅非常有嚼勁 它裡面是蔥肉餡 肉味非常的鮮 然後它的蔥也是那種很大 不是碎碎 那個味道會爆開來 它麵液就是因為我們放了一陣子 所以已經有吸收一些湯汁進去了 我覺得蠻好吃 而且這樣一顆滿紮實的 是35塊 難怪被推薦成這樣子 它整個外面已經煎到一點半炸感了 這個是那個雞寶寶的老闆發現我們有拿攝影機喔 贈送了我們一系列的食物 請問大家下次去買也在攝影機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 鋼山美食之旅 今天鋼山大家以為你們是鄉下地方 NO 整個好吃到 今天吃完之後覺得說 喔你們真可惜 你們人生沒來過鋼山 真可惜 真的因為鋼山很好吃 我們今天吃了八家 都沒有雷 還是九家 八至九家我們都覺得非常好吃 而且我的口袋還有很多我想去吃的 我以為你的口袋還有很多錢 有限力信心啦 我們出師 不是出師不利 氣勢如虹 開得勝 對 你很笨 開得勝 你國文有頂標 我國文頂標啊 好 跟鏡頭介紹一下這時候我們 你愛我們多久了 其實我是今年才愛嗎 對我在隔離的時候也是在看片子 你好你好 你是我們今天來鋼山 遇到的第一組粉絲 唯一組 好像是YouTuber 我們亮眼嘛 我們太漂亮了 然後還有看到神的背影 他一直沒有要回說我們太漂亮這件事情 對我們亮眼對 你們唇最漂亮 什麼意思 OK 算了 我剪掉 我剪不掉 沒有啊 拜拜 拜拜 拜拜